好,各位早上好,又是礼拜六的时间了 再来继续做分享 首先一开始还是由我来先分享 那这三个礼拜,上个礼拜,这个礼拜还有下个礼拜 都是要讲婚恋关系与家庭财务幸福 上个礼拜已经讲过第一集了 接着我们要讲第三跟第四 婚前的个人财产跟婚后的共同财产 好,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观念 最基本的观念一定要有 就是婚姻当中你的个人财产跟共同财产要弄清楚 那基本上就是以结婚登记为准 结婚登记之前你的个人财产是属于你的个人财产的 结婚登记之后,婚姻存续的这个期间 那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下财产可能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第一个就是说你在婚前的财产 比如说你有100万然后就放在银行里面升利息 那比如说一年的利息是2万块钱 那这2万块钱的收入算是个人财产还是共同财产 这个是个人的,知习是算个人财产 那自然增值,比如说你有一套房子,婚前的 婚前你自己的 那这个婚后呢,过了几年之后呢,增值上去 从100万涨到150万 那这50万呢,叫做当作自然增值来看待 所以这个钱呢,还是原先的那个人的 原先夫妻的一方 原先的 好,那当然身体如果受到伤害得到一些补偿一些医疗费 这个当然都属于个人 这并不算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好,那可能比较有争议要探讨的是哪边呢? 遗嘱 我们知道中国人基本上不写遗嘱 很少很少的没事去写遗嘱 那甚至呢,都已经可能知道快走了呢 通常也不见得去写遗嘱 好,这个习惯可能不是很好 不过没办法,现实就是这样子 那政旅当中的声明给个人财产 这个如果有做出具体的声明 而且是具备法律效力的这种声明的话 那就是给个人 那最常见的可能父母亲 比如说呢,这个父母亲呢 把这个财产 把一套房子给到已经嫁出去的这个女儿 给他 如果没有特别声明的话 那女婿也有哦 那个是算 那个是算共同财产 哎,警示 我讲到财产,他会跟我说警示 好 来,那这个要留意一下 就是说在这种状况的话 你没有特别声明 没有特别声明的话 那就是共同财产 如果有特别的声明 有法律效力的话 那就是个人财产 这个部分是这样子 好 那接着呢,婚姻当中的共同财产 什么样状况是共同财产呢? 你结婚之后 结婚之后 然后呢 一方或者双方共同取得的工资奖金啊 各种的做事业所赚来的钱啊 知识产权呢 写书啊 这个版税的收入啊 继承 继承有没有 继承或者赠予所得 这个都算是什么? 这个算是共同财产哦 没有特别声明哦 没有特别声明 如果另外有约定的就除外 如果没有的话呢 基本上都算是共同财产 OK 那所以说你要有个概念 就是说婚后那个部分呢 没有特别去声明 没有具备法律条件的一个证明的话呢 基本上都会被认定是共同财产 好 那所以说呢 婚后 婚后 然后呢 夫妻的一方的名字呢 去买房子 这个房产呢 房产证上面登记一个人 那另外一个人有没有权利 有没有? 有哦 还是有的 有一半哦 除非有特别有一个声明 法律的一个相关的声明 然后呢 另外一方放弃 那不然的话呢 基本上是被认定是共同财产 好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有关于夫妻的这个财产制的话呢 其实是可以约定的啦 就是说双方的去约定好 约定的话呢 会大于法定哦 如果有约定 不过通常没有没有约定 通常没有约定 在实务当中 你会很少见到说呢 有特别的约定 如果有见到呢 绝大部分都是口头的 没有法律效力的那种约定 那种约定没有用 那种约定的到 万一不幸要走上离婚啊 要去分财产的时候 那个没有法律效力 那个没有用 没有用 好 那所以说呢 婚前财产是不是 永远都是个人财产 婚后的财产 就一定是共同财产了 不一定 其实不一定 这个有很多的方法去弄 那有时候呢 我们会以为 不是都讲好了 不是都怎么样 道理上该怎么样 你认为的道理 跟这个法律上 社会法律上的一个体制呢 它的相关的要求 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 现在我们都知道呢 有一些跨国婚姻 我本人就是跨国婚姻 那不管是一滴跨国婚姻 或者你们家的资产呢 你跟你的先生 都是本国人 但是呢 你们的资产是跨国 这个都要注意一下 每个地方 每个司法管辖区 它的一些相关法律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当然我们今天在讨论呢 是以中国内地的法律为基准 不过呢 基本上这个通责没有变 到其他的这个司法管辖区 都是这个通责 基本上是没有变的 基本上没有 好 那我想呢 这个是很重要的 婚后共同财产的管理 其实呢 这个很多律师呢 讲这种婚姻的课呢 都一天到晚 怎么样 希望你去搞离婚啊 这个我是最讨厌 最讨厌律师了 十几年以来 我都非常讨厌他 就是从我要跟我老婆结婚之前 我就发现那个律师 都非常非常讨厌 就是说呢 恨不得呢 你早日就是赶快去离婚 赶快去分家产 然后呢 他就有怎么样 他就有事情可以做 搞离婚 离婚官司 基本上都是这样 律师基本上 没见到几个好人 都是坏人 那所以说呢 我们怎么办呢 自己学法律 我们自己学 然后呢 弄清楚 然后尽量呢 用法律来保护 来事前防范 后面的麻烦 后面的困扰 一开始就把他想到这个 而不是说呢 哎呀 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 要分家产 要怎么样的时候呢 弄得这个头破血流啊 弄得这个两边啊 都是被决裂的非常非常的严重 严重的互相伤害啊 好 那到底怎么办呢 再怎么样 在法律的架构下去 保障你的婚姻 你的财产呢 好 那我想的是最大程度要 首先你要保障婚姻 然后这个把感情啊 尽量不要去撕破脸 不要说完全的决裂了啊 没有感情 好好的奔啊 好好的谈 对不对 然后财产呢 也是尽可能清清楚楚的啊 那个两边呢都同意 然后呢做某种分割 我想呢可能这样会比较 距离的做法怎么做呢 这个很重要看到 基本的做法呢 定时去清点 共同财产 你那个财产要 互相的去知会 或者要知道 有这么的事情 就是说 比如说呢我把我的一些资产状况呢 尽可能让我老婆能够掌握得到 他知道他能够掌握得到 那避免一种不信任 不信任的状况要是发生的话 在夫妻当中 会搞得非常非常的麻烦 那另外来讲呢 夫妻之间呢 也可以想尽办法去设定 某些这种防火墙 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尤其你要是有开公司 你自己开公司 或者呢你的配偶开公司的 那个都要小心 就是说可能你自己 或者另外一方呢 可能有某些债务 而那个债务 一个不小心呢 会让你这个家破人亡 会影响到家庭的 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基本上呢 一个不小心的话呢 这个企业的创办人呢 就是说赚钱的时候呢 为了公司的扩张呢 不断的去扩张 然后呢有没有把钱拿回家 可能拿的并不多 但是呢万一亏钱的时候呢 原本的家底拿出去赔啊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说呢 应该要考虑到这些相关的关系 然后避免共同债务 某些债务会影响到另外一方的 这个很严重哦 那你们要是有小孩的话 那小孩子也跟着倒霉 对不对 没办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长环境 这就很糟糕 好所以说我想的这点是很重要的 那另外你要用到很多的工具 不是用嘴巴讲的 很多东西不是用嘴巴讲 你一定要把它写下来 白纸黑字 然后呢要用法律 法律有一大堆东西 这个要去请教专业的律师 你尽量的是一开始或者提早做相关的准备 不要等到要闹离婚的时候才去找律师 这种都很不好 这种都很不好 那你最好就一开始的时候 那我先生做什么 我做什么 然后这个钱我们是怎么分配的 然后我们要考虑到一些共同的危险 然后呢 希望呢最好呢 维护住保护住这个家庭 这个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对不对 而不是说呢 就是等着有一天离婚要分家产 不要有这种心态 一开始就是把它保护好 那你要是那么不信任他 一开始就不要去结婚嘛 对不对 既然结婚 你就是原则上尽可能把它保护好 保护好双方 这样才是比较重要的 好 除了法律以外呢 保险 保险这个工具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个稍后呢 可能比较适合的时候呢 我会再交流 会再来做相关的分享 保险里面呢 因为有这个投保人 被保险人 还有受益人 除了死亡 或者受伤生病的一些理赔金以外呢 他有很多的作用呢 是可以做到这种资产的一种保全跟传承 是可以发挥一些作用的 那保险呢 是一个很便宜的方式 相对于信托来讲 又便宜又简单 所以说呢 我觉得一般人呢 可以比较着重在保险 那你要是说特别有法律概念 或者呢 也是有一定的程度 你就你们家的资产有一定的程度呢 可能真的要聘个律师 那甚至这个好几千万上亿等级的 几亿的话 那应该要都做信托的安排 比较对 比较对 好那代持的话呢 不建议 在国内来讲呢 很多都是找这个亲朋好友 把一些资产放到他名下 这种做法呢 这种代持的风险非常的高 非常高 你尽量呢 是用法律用保险工具 资产部位够大的就去做信托 大概是这样哦 那其实呢 还有一些不记名财产也很好用 不记名财产 不管是保障夫妻的 或者要藏一点私房钱 也很好用 不记名财产有什么 有什么 知道 黄金白银的各种贵金属啊 对不对 不记名财产 古董字画等等 一大堆没有登记在某个名字 比如说这个不动产 不动产原则上全部都是记名的 都是记名财产啊 然后呢还有什么 还有车子 对不对 车子啊 动产 这个都登记的啊 登记的财产 但是有一些没有啊 这个黄金手镯啊 项链啊 玉石啊 马老啊 北翠啊 这种呢都是不记名的啊 不记名的财产 这个呢也可以适当来使用 好那下一个结论呢 预见未来的风险 你要看到未来的当然啊 这个婚姻啊 可能是伴随着你好几十年的时间 的确有离婚的风险 的确有啊 那你要事先去做好一些规划啊 不要呢随意的乱作为或者不作为 这个都很不好 万一发生事情来讲呢 我想很多人呢 这个想说一开始就是急着要去搞财产 要去分财产 我想那不是很对了 应该呢去调和相相关的这个感情啊 如果是还没有小孩就是两个人的事情嘛 那如果有小孩 那还考虑到小孩 甚至还可以考虑到爸爸妈妈等等啊 各方的感情啊 就把它考虑一下 把它调和一下 然后呢利益也是一样 那你去互相伤害呢 基本上呢都是怎么样 就是呢为这个律师呢做贡献而已啦 就是为律师做贡献 你一天到晚 两边官司闹来闹去的呢 就是律师赚了很多钱啦 事实上那个钱呢 都是你们家原来自己的 然后流失出去了啊 好那我想呢这个是非常重要 可以把它先记录 如果有需要的话 你可能要咨询更专业的 这个相关的律师 或者保险的这个规划人员啊 好那基本上呢 上面呢就是我相关的报告到这边为止 谢谢